宝贝 你什么日子不挑 你挑一个情人节 我们那么久没有见面 现在雀桥都已经铺好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狂奔 跑过去勇吻对方呢 这样子太 你这样子的要求 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 我是冠豪 我是丽萍 每个星期一 三五五四六 晚上九点半 我们夫妻准时陪你 纯聊天 嗨 刚过完这个周末 你感觉怎么样 有一点多事情 对 因为我们最近要 准备那个课程 我们第一次的 接到的工作 然后还有 要持续更新的节目 还有我们各自的工作 所以今天就讲一个 比较轻松的话题 所谓轻松也不是 非常的轻松 也是有一些要检讨的部分 就是要聊的一些 比较深度的内容 可是是比较生活化的 对 就是我们又要回到夫妻相处的话题 对 就是最近我有一个朋友 他跟我聊天 他是女生 然后他想要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先问我说 如果啊 就是你老婆 就是我老婆 就是你 说有一天想要跟闺蜜出去玩 对 那但是我是 可能在外地工作 我久久才可以回家一次 那我一回到家 然后你就跟闺蜜出去玩 这样子你会不会接受 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我可以接受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 结婚之后 还是要可以保有自己的生活 对 那他就说他的状况是这样 就是他的老公在外地工作 然后一个礼拜再回来一次 所以呢 其实夫妻相处的时间 就只有周六周日 对 就是周末夫妻 对 就很珍惜 那刚好 这个礼拜也碰到七夕嘛 所以他更是希望说 可以有老婆陪的 然后呢 但是我这个朋友 他就有一群姐妹淘 想要来找他 那他原本是想说 就是只是出去外面吃一顿饭 然后就回家 各自回家 在七夕当天吗 对 但是 他们后来就决定 就是改成 就是想要在 他们后来就决定改成 就是住在我这个朋友家 一天晚上 然后呢 就是 其实这样子还OK 因为就是在 住在自己家 就只是当做是睡一晚 这样子 可是 后来 我这个朋友 就跟他老公提出一个 请求 就是说 那是不是可以 我们 决定住外面的旅馆 一天晚上 对 这样的话会感觉更 紧行而且会有一种 呃 就是 更 不受拘束的感觉 比较放松 对 那这个老公 他是依照原定计划回来吗 对 哦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可以不用回来啦 他就待在那个外地啊 对 就也可以过自己的一个周末 不是吗 对 好 但是那个老公 他也没有拒绝 他只是 哦 有事啦 然后呢 但我这个朋友他很敏感 他就说 嗯 你应该不开心 对不对 好吧 那就算了 那 那他们就来住我们家 这样就好了 对 等一下 呃 啊那个老公就 都还没有什么回答 就结案了 对 就是 我觉得他们 他们就是 因为我觉得他们算是 蛮严的一对夫妻 嗯 而且他们没有小孩 所以他们就是夫妻相处 应该就是很希望 可以两人世界这样子 嗯嗯嗯嗯 对 但是 嗯就是你 你刚才的那个疑惑 我也有感觉到 就是为什么 他没有再 更进一步的问说 哎 为什么你有点犹豫 对啊 或者是 怎么这么 这么快的就做了结论 说好了 那我不要去 可是我觉得好像 男生的情绪 或是女生自己的 好像都没有获得一些解决嘛 哦 但是因为我这个朋友 他 他也不是说很失望 他也是觉得说 嗯 他也能够体谅老公的心情 就是说 啊难得 他 他见一次面 然后他有跟我讲说 其实他也有在 为老公想 就是说他 可能一个礼拜就期待 见我一次 嗯嗯嗯 但是 当然我却 就是没办法陪大家身边 哇感情好好哦 对 可是他立刻又会说 哎可是我跟闺蜜 一年或者是好几年 来见一次 一起玩一次 好像也蛮难得的 嗯 对啊 就是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子 陷入一种 嗯到底 友情还是爱情 干嘛要把它分这么开啊 为什么不来一个 折中的办法呢 比方说 前一天就是喝到挂 然后隔天就是睡到中午的时候 老公回家 这样子啊 那还是可以看得到 就是见得到人啊 这样啊 哦 但是这样子就有点像是 还是维持那个啊 就是住在外面的感觉 哦就是想要跟闺蜜住在外面 嗯 狂欢 然后不要有老公这样子 然后可能就是 一整个七夕都是这样子过 而不是说 就是呃 只是吃饭 然后就是呃 回到家之后 还是继续跟老公约会 不能这样子 嗯 哦 因为我觉得 如果他有察觉到老公很在意的话 不妨就是问他说 哎你是不是不开心啊 我知道你真的很想要 呃 回来找我对不对 可是因为这个机会很难得啊 我也很想去 嗯 那我们来想个办法 看能不能就是 可以做到两边都平衡一下 对 其实我觉得也许可以这样 就是譬如说 呃 跟闺蜜吃饭的时候 老公 他如果赶得回来的话 他也可以一起吃 然后吃完 对吃完之后 他们就去续摊 然后就是喝酒或什么 然后之后就去住外面 嗯 这样老公有陪到老婆 然后也可以 就是让他们有一个 只是属于姐妹淘的时间 哎我不觉得哎 为什么 因为你要看那男的个性啊 如果他不太想要跟就是 自己老婆的好朋友见面 他是不是比较 呃不喜欢跟不熟的人吃饭的类型的话 那不是很尴尬 而且吃完饭之后 老婆被别人抢走哎 不能跟自己过夜 什么啦 哈哈 你这方法不好 可是你 如果是换做是我 想要跟我的朋友吃饭 然后就住外面 嗯 你可以接受吗 有那种传播妹吗 加入 没有 没有 当然我当然不会这么 这么白目了 嗯 还是我们一群男生要去找传播妹 对啊 我就觉得这很什么活动啊 哈哈哈哈 一群男生住在饭店是 你要干什么 这样啊 对 好像有点怪 没有啊 就去夜唱啊 然后 之后就 太累了啊 就去住一个旅店 然后再找圆角妹 哈哈哈哈 不会啦 我觉得吼 就是刚刚听你这样讲啊 就是这一对夫妻 不是情侣 这对夫妻啊 感情真的非常的好 对啊 真的是 非常的 还是还是对我放伞而已 什么 哈哈哈哈 他其实不想要 寻求我的帮助 我觉得好烦恼哦 怎么办 我老公真的很爱我 这样子 通锁他 而且我自己也很爱他 哈哈哈哈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 非常的在乎彼此 嗯 所以才会有这种 想要就是 欲言又止啊 然后立刻就察觉 对方不对劲 然后立刻就要 做了一个对方喜欢的决定 你不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 他就是用那个啊 就是你之前有说过 你最讨厌的就是 用抱怨来炫耀的人 没错 没有啦 哈哈哈哈 我知道他很烦恼啦 可是我是觉得说 就是 他们实在是 感情好到 就是有些话 实在是不需要讲 就可以catch到 对不对 对啊对啊 就可以知道说 啊我知道你现在 因为我这个 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好像心情 有点不太好 嗯 那没关系 我就不要做 这样你心情就会好 对不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不觉得这样子就好了 你知道为什么 他们这么的close 然后又这么的 就是粘在一起吗 因为周末夫妻啊 还有 因为我这个朋友 是天蝎座 然后他的老公是巨蝎座 水在一起就对 对而且 天蝎座的人超专情 嗯 巨蝎座也很专情 嗯 对 然后很练家 所以 他们真的是灵魂伴侣 哦 我只能这么说 嗯 对 可是像我们这种 就是比较 你有 你是火象吗 可是我跟你啊 对我是水象 其实我们 而且我有一个风象 就是水瓶座 就是比较疏离的部分 所以我真的可以很 我觉得我希望大家都好 所以我觉得 如果是 就我自己的观点 当然我还是很希望 可以跟你一起 可是我当然也会尊重你 然后也会就是很佛系的 就是说 好啦 那你们去开戏 那但是明年要回来 然后不要 明年再回来吗 明天 明天 哦明天 明年 那我 明年七夕见 你要付我赡养费 养小孩的钱 我刚刚真的听成明年耶 明天 哦 对 就是先放你一天假啦 可是不要忘记 隔天要留给我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 我们可以交换爽 就是譬如说 今天是你跟姐妹套出去 然后下一次 那我就跟别人约 这样 对然后下一次 我就要 就是要爽回来 对啊 因为我觉得 就是 怎么讲 如果不能够在当下 就是好好的 把自己的情绪 就是 讲出来的话 我觉得有点可惜了 那一个 我觉得他们的小剧场 就这么两三秒就结束了 我觉得太可惜了 其实我觉得 我相信他们后来会 会聊这件事啊 可能下礼拜 可能就是今天 就是信仪一 我就会遇到他 我就会问 那你们后来有 有针对这件事聊吗 嘿嘿 然后我们之后再来 跟大家 更新一下 对对对 哦 因为我觉得 任何一件事情 是请 是请